我们在线上直播课程 我们是来自于李凤山师傅的一个发心 李凤山师傅呢 他是一位功夫高手 他也是一位养全名师 发心呢来谱传平甩到全世界 帮助全世界的人健康 从教大家练功夫进入到修行 然后从救一个人的身体 到拯救一个人的心 平甩是如何能够有效地改善我们身心状况呢 第一个他是一个规律运作的运动 第二个他能够甩到末梢 让你的末梢能够畅通 第三个他回流能够进入到脏浮 达到深入的修复 第四个他能够活络你的气血 第五个他能够疏通你的经脉 所以透过这五大原理 我们的平甩就能够为我们创造身心绝佳的状态 李凤山师傅的心法 每日运运气身心两寿意 我们接下来来邀请我们的王俊仁师兄 好来俊仁师兄 我看你今天身上有带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对这个是端午节到啦 因为这个我们中国人有一个习惯 端午节会带香包 今天这个香包是有双重意义 端午节我们中国人带香包 其实是避邪还有防止一些疾病 刚好现在在疫情的时候 很多人都对这个疫情感到很害怕 中国人的历史里面这个并不稀奇 因为我们中国也有发生 千年以来发生过很多是大的瘟疫 医生他们就用中药材把它磨成粉 然后放在这个包包里面 带了这个香包以后 它会活化我们的中枢系统 然后我们就会增加我们的免疫力 所以当我们遇到一些不知名的病毒的时候 本身我们的免疫力强化了以后 我们就会形成像一个皇户王 正气香包来大家请看一下 我们来给观众朋友看一下 你看上面还有李凤山师傅的心法 写的是什么 一切顺利 一切顺利 哇这是开运心法 真的是 这师傅有加持 对对正气香包 跟我们的观众朋友稍微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俊儿师兄是练功练多久了 我到今年已经练了20年了 当年因为身体状况很差 然后很多毛病都一起发生 整天都在吃药 中期药都吃 还有偏方 比如说我因为免疫力太低 免疫力低的话 我就是一直感冒 就是经常处于感冒的状态 通常上班族有的问题也有吧 对对都有 比如说肩颈酸痛啊 肠胃病啊 本来我的胃肠就不是很好 因为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有一个 鼻病的问题 鼻子 鼻子我本来是不会过敏 但是后来身体虚弱以后就变有过敏 是吼 然后过敏以后我又 鼻子过敏很麻烦 变急性鼻炎 急性鼻炎 就变慢性鼻炎 然后最后变鼻痘炎 然后就一路的吃药 然后就越吃越多 然后医院也换了很多 医生也换了很多 哇 真的有点 感觉有点走投入 对对 他检查也很多 检查很多 什么都很多 你去一个医院 你换一个医生 他从头再检查一次 那我们待会再来谈谈 俊仁师兄他的练功过程是怎么样 李凤山师傅的平甩功 很多朋友学过了 但是很多朋友还没学到 我们再次来复习一下 这个运动的基本要领 好 来我们请俊仁师兄 李凤山师傅的平甩功 最重要强调的是平这个字 所以第一个平呢 请注意 双脚平行 与肩同宽 像铁轨一样 接下来站稳了之后 我们就将双手平举到胸前 对也是一样哦 与肩同宽 保持脾形 同时与肩同高 保持水平 另外一个就是您的手指尖 轻松的舒脏开来 走 一 二 三 四 五 请注意 每到第五下的时候 手往后甩的时候 膝盖轻松的弹两次 好 那我们慢慢的把动作停下来 很好 慢慢停下来 除了站着练习之外呢 年纪大 膝盖不好 他没有办法一次站三十分钟 怎么办呢 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可以练平甩 对不对 对 这个椅子超级特别 这个椅子叫做做不类仪 是李凤山师傅特别为我们 做着练平甩的朋友所设计的哦 做了都不会累哦 一样哦 如果我们是做着练习呢 一样双脚平行与肩同宽 对 双手平举到胸前 与肩同高 来我们来看哦 好 预备起 一二三四五 对了 有注意到咯 这是每到第五下的时候呢 我们就不需要弹动你的双腿 其实您就是持续的甩动您的双手就对了 但是我们做着练就要特别注意了 两只手不要往外撇 然后要甩到跟肩膀一样高就可以了 来 我们慢慢把动作停下来 停下来之后就将双手放在膝盖大腿上 来各位亲爱的朋友 就到您一跟我们一起练习的时间了 我们大家呢 先双脚平行与肩同宽 那我们先把眼睛闭起来 从你的头 你的脖子 你的肩膀 你的手 还有你的背部 你的胸部 你的大腿 你的小腿 甚至你的脚掌 都让它放轻松 慢慢的吸气 慢慢的吐气 每一次在锻炼之前呢 我们都先让自己站定 放松 直到一切都稳定了 再来开始启动 就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好来我们张开眼睛 好来把手举起来 好来开始 一 二 对很好 甩在节拍点上 很好 每到第五下的时候怎么样 轻松的弹两下 五 五 一 二 保持持恒稳定 四 然后免到第五下来 请注意膝盖 膝盖的弹性 一定要保持好 就是膝盖的部分 对 轻松的弹两下 要记得平甩 它是一个规律的运动 所以我们需要这个节奏 需要这个规律 那有些朋友也问我们 就说我这个规律 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规律呢 其实我们除了YouTube频道上面 有影片之外呢 其实我们还有个机器 这个叫做平甩锻炼机 其实平甩锻炼机呢 就是帮大家贴心准备好的 里面就录好这个节奏 所以您听着平甩锻炼机呢 您就可以来练习了 规律慢慢的甩动 就越来越平衡 所以一甩甩到末梢 气血循环到末梢 这个地方 再回流到怎么样 脏幅 按摩你的五脏六幅 就是这么轻松的练习 对 非常好 好 我们来看到这个平甩 你看哦 每一次呢 都要甩到跟肩膀一样高 好 就是这么简单的练习 简单的运动 每一天从十分钟开始练习 每日十分钟 十年不得了 但是上一次有跟大家提到 百日宫的概念 所以如果呢 您可以每天甩三十分钟的话呢 当然效果就会更好啦 我们来看看 怎么把这个动作停下来哦 来 慢慢的停下来 二 三 四 停下来 然后把眼睛闭上 一 二 很好 把眼睛闭起来 四 很好 放轻松 我们练功前 练功后 都要站定放松 慢慢的吸气 慢慢的吐气 好 我们把眼睛张开 来 双脚动一动 哎呀 给自己一个掌声 太好了 练得非常好 这时候呢 就需要怎么样呢 来喝一点水 喝好水 非常的重要 好 记得喝水不要大口大口的哦 我们可以怎么样 细细的来喝它 喝一点 含在嘴巴里 慢慢咽下去 以前啦 师傅常常讲 练功没问题 可就要出问题了 其实练功啊 他就是有问题呢 就要提问 提问之后呢 我们才能够更了解身心状况 对 因为我们练气的话 他不只是 不只是只有练身体 他也会让我们心境转换 是 所以当我们人的心境转换 就会影响我们全身的外观 还有内在的气质 哦 那您说心境转换 您之前跟现在心境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之前是一个 比较非常容易紧张 然后很容易发脾气的人 哦 哇哦 真的是从紧张容易发脾气的人 到现在 看起来这个慈眉善目啊 对 好爸爸好先生的感觉 所以很多这个上班族 累积出来的毛病 都是因为生活压力太快 节奏太快 太紧张了 是 您练功多久之后 开始慢慢感觉身体有改善 第一天 就有改善 然后 大概 前几个礼拜 我就开始 身体就有觉得 有变化 哦 怎样的一个变化 我第一个变化就是 我在练功的时候 我感觉我这个 这个胸 胸部这里啊 就是韧脉这个地方 就是会有刺痛 在练功的时候 会刺痛 那有一段时间 后来 我有点怕到就是说 为什么练功这里会刺痛 但是后来我去想到说 我小时候呢 因为玩皮去玩那个双杠 然后玩双杠以后 这胸骨这里有一点受伤 受伤 但是我来练功以后 我又把这个病罩把它引出来 然后 把毛病引出来 然后把它练好 就从那次练完功以后 就没有再痛过 所以我们练功了 还可以修补身体 不管多久多久的这个问题 都慢慢都可以修补起来 Emily分享说 谢谢师姐上次直播时解惑 手肘肩膀卡卡的问题 很多人咖哩卡拉的 在持续练平甩后 过没多久居然就不卡了 敢爱师父师兄师姐 Emily上次有提到说 练功的时候 感觉这里好像会 卡拉卡拉的 卡拉卡拉的 您之前有这个问题吗 有 这个是几乎来到场练功的人 就是初级有认真练的话 都会经过这个过程 因为我们一般的人 他的筋骨会比较紧 但是我们练功的过程 会让那个筋骨开始松开 然后他就会产生 卡拉卡拉的声音 对 那这个问题 我教学也是常常遇到 不过 你如果再练一阵子 他就会不见了 对对 就是你润滑了 用气来润滑之后 慢慢这个问题就会不见了 所以平甩他是基础的运动 打基础的 我们就是从慢慢的 一步一步的去堆叠上去 那如果说你练平甩一段时间之后 有兴趣想要更深一层的话 就可以来上我们的养生课程 那他就会慢慢按部就班的 学很多不一样的运动 帮我们做身体的调理 那你以前你是上班族吗 累积一大堆的毛病 对不对 那你这个练功怎么个练法 我练功有很多种练法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初学 因为你身上有一些问题 你想要把它练好的话 你就要练百日功 这个是效果最快 练百日功 我们上次有提到 百日功就是平甩 每天甩30分钟 连续练100天 对对对 我以前的话 像我还没有来练功 我以前整天都要吃药 然后到处看医生 我曾经半年 我的健保卡就用到I 现在第一个就是说 也不到会生病 那如果会生病的话 通常就是被人家传染流行性感冒 像这一次我完全不会害怕 因为它只是另外一种病毒 那你练功的话 让你的免疫力增强的时候 第一个病毒不容易侵入你的身体 再加上今天我们带这个相报 它又有一个双重保护 对不对 那再来就是说 如果像以前我每一年 难免会被传染一次流行性感冒 但是如果没有练功以前 我会很 身体会有很剧烈的环境 就是说咳嗽喉咙咙痛 流鼻涕 然后一直吃药 然后全身痠痛 但是练到这一两年来 我被传染的时候 我的症状是很轻微 就是人会觉得微微的疲倦 然后我就知道说我大概被传染了 那我只要水多喝一点 功练多一点 休息增加一点 那大概一天就好了 一天给他搞定 练功后的静坐多少时间 能够比较适合呢 这个静坐我也是 我每天静坐一小时 那你一开始就静坐一小时 没有我一开始 其实我来道场练功 我前两年半 我是不静坐 我只练动功而已 哎哟 真是 后来有一次呢 我静坐以后 我发现 静坐效果不错 但是那个时候 我大概都做五分钟十分钟 五分钟十分钟 慢慢的话 我就做到三十分钟 三十分钟 如果你能做到三十分钟 三十分钟一过去以后 那就时间 就很可能到一小时了 因为你静坐会产生一个现象 就是说时间变短了 有时候你 你觉得好像几分钟而已 就半小时 哇 然后你觉得大概二十分钟 就已经一小时了 是 所以静坐呢 他是按部就班的练习 但是呢 我们也不用担心 我们就算只有三分钟五分钟 我们都可以开始来练习静坐 想问一下哦 练功后脚会出现瘀青吗 还有第二个问题是 手腕会痛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通常就是你身体上有一些血瘀 血瘀 或是说你曾经有撞到我们叫瘀青 那你觉得好了 但是他实际上还瘀积在你的体内 那你练功以后就是说先循环嘛 然后再把它排除 排出来 排的话他一定从末端 从手的末端 脚的末端 所以很有可能就是说你身体有抹血瘀 他就是练功的就是送出来 甩出来我们就甩到末梢 所以他往末梢跑 对 然后他会 他会一部分呢 从我们的表皮慢慢增花掉 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说 会我们练功以后 我们身体的解毒机能会增强 所以他会再被身体吸收分解 然后再经由我们的排泄管道出来 然后排泄管道就是尿液 然后糞便或是说汗液 这个都是 这个手腕会痛呢 通常就是说你可能你的手腕 曾经有过度运动 或是肌肉疲劳 那他是隐藏在里面 你还没有看出来 那当你练功以后 我们练功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会把病灶引出来 是 所以他就把病灶引出来 就是把你以前过劳的把它引出来 另外一种问题是 你的内脏有一些功能不是很齐全 它会显像在我们身体的某一个部位 那他是在告诉你说 你要多多注意保养你这个地方 但是不管是它的现象是怎样 你只要好好练的话 那个气都会到你身体每一个部分 然后慢慢把它疏通 解决增强它的功能 所以我们这些表象上的 不管是瘀青也好 不管是痛点也好 有这些状态不要过度的担心 我们就是怎么样 缓和的来练习 才能够把慢慢累积在身体里的这些问题 把它送出去 近人时中也是我们平甩长岸 偏向平甩长岸的种子部队 你要不要跟大家稍微讲一下 对我们这个船海就是去一些偏僻的地方 有一些独居的老人 因为他们会到白天会到一个公拖中心 那我们就教他练功 因为偏向我们知道医疗都比较缺乏 他经由练这个功法 他身体就改善很多 比如说我在一个偏向他们 就很多老人脚都不能蹲 不能蹲的 我们教他们他们每天练 大概练两个月以后 有很多人都可以蹲 哇太好了 动手术不能蹲的都可以蹲 对对对 所以这个对于膝盖不好的人 也是可以有很大的帮助的 最后请您关注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会再次再次的来为大家做服务 谢谢大家 欢迎下次再见